2020年3月3日中午12点半左右 俄亥俄州阿克伦镇警方接到两位大学老师打来的报警电话 请求他们立刻派人前往一位学生的家中救人 老师们认为学生家可能发生了凶案 家长有生命危险 因为几分钟前他们刚拨通这位家长的电话 彼此打了声招呼还没来得及说正事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重重的敲打声 接着是家长的尖叫声 然后又是一声巨响电话挂断 惊恐地停顿两秒后 他们心照不宣地按下回波键 想问问家长发生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忙 悉尼正是这位家长的女儿 也是他们的学生 但接电话的人没有回应 直接挂断 不得不说 两位老师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 早在第一通电话断开的一瞬间 那位家长 悉尼同学的妈妈就被人用平底锅砸晕了 脖子上还被刺了将近三只刀 那杀他的凶手是谁 后面接听电话的人又是谁 会是悉尼吗 大家好 我是胡探长 欢迎收看行真夜话 报警人口中的家长叫布兰达·鲍威尔 是阿克伦镇儿童医院 整流科的一位生活专家 专为身患癌症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帮助 这种工作每天面对生离死别 不是什么人都干得来的 离职率特别高 但布兰达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干到被害 整整28年没有吊杠 帮助过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 平安度过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 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她的丈夫史蒂文·鲍威尔 在家人开的公司里担任副总裁 收入稳定 性格温和 夫妻俩定居在阿克伦镇一个安全高端的社区 供养育儿一女两个孩子 儿子还在念高中 19岁的女儿悉尼正在上大二 是他们的骄傲 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 2018年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被俄亥俄州游宁善大学录取 同时拿到该校总统奖的部分奖学金 差不多可以抵消全部的学费 这个学校离他们家很近 大概一个小时彻尘远 悉尼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回家跟父母团聚 认识他们的人大多会说 母女俩处成了闺蜜 从来不吵架 一有时间就腻在一起逛街 购物 看电影 玩拼图等等 这家人甚至在各自的手机上安装了同一款 可以实时查看彼此定位的软件 共享行踪 没有任何秘密 接警后 阿克伦镇的911报警总台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 安排周边巡逻的警员上门喝茶 其中一位警察在对讲节里听到总台爆出的案发地点时 顿感不妙 立马掏出手机联系他的好兄弟史蒂文鲍威尔 问他在哪 最好先放下手上的工作 回家看看 是的 这位警察认识受害人丈夫 不仅认识 两人还是好哥们 从小一块长大 一起上学 就连史蒂文和布兰达的结合 也要归功于他25年前做的没 接到警察朋友的来电后 史蒂文吓了一跳 急忙丢下工作 心急如焚往家赶 一路上不停地给妻子和女儿打电话 可母女俩的电话无人接听 后来悉尼回电 心贫气和地解释说 没发生什么事啊 妈妈正在跟我的大学老师通话 谈话间 她的呼吸突然变急促 用颤抖的声音说 爸爸 不好了 有人闯进家里 玻璃被打碎了 玻璃被人打碎了 爸爸救命 史蒂文听完恨不得插上翅膀 飞到女儿身旁 几分钟后的中午一点 第一批警员抵达现场 紧急封锁房子的外围 并围绕房子 快速搜索一圈 没发现可疑人事 也没发现可疑车辆停在附近 不确定行凶者已逃离 还是仍躲在屋内 随身摄像头显示 一名警员直接跑到前门拼命敲门 另一名警员则跑向后院 准备从打碎的玻璃门窗进入屋内 藏身屋内的悉尼 看到警察的身影 立马大声尖叫 有人闯入 打碎了玻璃 好多血 妈妈叫我逃出去 悉尼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有点歇斯底里 非警员想让他快点说出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却气不成声 语无伦次 他们只好先将他带离案发现场 此时屋外已经聚集了不少赶来支援的警员 悉尼顺势倒在地上 缩成一团 谁问都不说话 这时他的父亲史蒂文驱车回到家门口 一下车便直直地冲进屋内 又被警员强行拉了出来 他们不想让他看到屋内血腥暴力的场面 此时他的妻子布兰达正倒在卧室的地板上 浑身是血 脖子 手臂 手掌 全是刺伤 一把血淋淋的小刀和一个平底锅 掉落在他的头部附近 可怜的布兰达已经被人谋杀身亡 史蒂文来到女儿身旁 发现悉尼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蜷缩在地板上 手指不停地抓挠自己和地面 指甲缝里全是血 嘴里小声地嘀咕着 出去 出去 快出去 他的身上似乎也有一些小伤口 但看上去不太严重 医护人员把他带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检测 当时根据悉尼简单的表述 警方大致推测 有人打碎玻璃门窗闯入他家 谋杀了他的妈妈 而他则提前逃了出去 躲过一劫 但随后的勘察结果却跟悉尼的说法有很大出入 他们发现除了被打碎的玻璃窗户 屋内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也没有丢失任何贵重物品 而那破碎的玻璃窗户也很奇怪 玻璃渣全在外面 不在里面 说明他是从里面打烂的 如果有人想强行闯入 不是应该从外面打碎玻璃吗 这不合情理啊 更离奇的是 玻璃渣上沾有受害人布兰达的血迹 说明凶手在谋杀发生后才打碎玻璃窗户 多此一举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凶手的真实意图 他想伪造现场误导调查 结合悉尼的谎言 在联想到报警老师说的跟布兰达中断通话后 再次接起电话的人声音很像是悉尼 调查人员怀疑 谋杀布兰达和伪造案发现场的人就是悉尼 但困扰他们的是 悉尼为什么要这样干 做完动机是什么 一个荣誉学生又是妈妈的好闺蜜 怎么可能那么残忍谋杀亲妈呢 警方开始针对悉尼展开全方位的调查 这一查才发现 他一直在对父母说谎 并且对身边所有人隐瞒了一个大秘密 通过跟两位报警的大学老师交谈 办案人员发现 悉尼早在四个月前 也就是2019年的12月 就被学校停学了 原因是他没有好好学习 大部分科目的考试成绩不合格 学校说服他签下停学通知书 要求休学一学期 等下学期开学再回校测试 合格可以留下 不合格开除 从小成绩优异 在赞美生中长大的悉尼 哪能接受被学校劝退的结局呢 所以停学后 不管老师们说什么 都不肯离开学校 赖在宿舍 按时上课 每天跟同学一起泡图书馆 周末也照常回家 除了几位老师以外 其他同学 包括父母和他闺蜜 都不知道他被停学一事 后来学校不得不停了悉尼的门禁卡 让他无法正常出入 校园内的所有场所 逼他主动离开 2月25日 他们终于将悉尼赶出校园 那时离他停学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离开学校的悉尼 无处可去 他不敢回家 因为没有勇气告诉父母 被停学的是 只能暂住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个旅馆 时不时溜回家 吃东西 待上一天半天的 事实上父亲史蒂文 早就察觉出一丝端倪了 那是2020年1月 发现学校没有像上学期那样 从他的银行账户 划扣女儿抵扣完奖学金的剩余学费 他登陆学校的官网查看情况 节股网站显示 他的登陆权限已过期 史蒂文有点莫名其妙 立马联系女儿问怎么回事 悉尼随便编了个理由说 学校网站出了点故障 便打消了老父亲的顾虑 而案发前不久 母亲布兰达也留意到 女儿回家的次数 好像越来越频繁 于是问悉尼 为什么总是不去上课 悉尼解释 老是出门度假去了 布置了一堆作业 可以在家完成 母亲根本没想到 女儿会欺骗她 所以信以为真 不再深究 3月3日 案发那天 是学校放春假的前一天 春假是美国 绝大多数高校的标配假期 一般安排在每年的3月份 为期一周到10天 此时的悉尼 已在旅馆窝了一周了 正好有借口 回家住几天 正常情况是 学生应该上完这天的课 下午回家的 但这天上午 父母刚出门上班 悉尼便悄悄回到家中 虽说手机安装了定位软件 但父母一般不会特意 去监视悉尼的行踪 然而这天 父亲史蒂文看了 因为他又一次 打开学校官网 发现还是无法登录 气得直接把电话 打到学校 没想到接电话的老师 告诉他 悉尼这学期 没有办理入学登记 具体发生什么事 还得问当事人 学校不方便透露 史蒂文一向懵了 女儿明明一直待在学校 怎么可能 没办理入学登记呢 他马上点开定位软件 想看看悉尼在哪 结果发现 他待在家 为了弄清怎么回事 史蒂文故意把手机留在办公室 不让悉尼发现他的行踪 再开车回家 找悉尼对质 被父亲当面戳穿谎言 悉尼很是尴尬 但依旧不肯说出 自己因成绩差 被学校强制停学一事 继续车谎说 最近几个月 突然失去方向感 无所适从 所以主动向学校提出 休学一阵 调整心态 这段时间哪都没去 一直留在学校 拼命追赶学习进度 听完悉尼的解释 通情达理的父亲深感愧疚 认为是他们对孩子关心不够 没能及时关注到 女儿心理健康问题 于是安慰悉尼 别想太多 也别休学 父母肯定会帮他走出困境的 离开家 回到办公室后 史蒂文首先给妻子布兰达 打去电话 告诉他女儿出事了 没有上学 布兰达知道后 很是吃惊 但并不生气 马上请假回家 准备先联系大学 再开导女儿 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回家途中 布兰达一边开车 一边分别给两位大学老师 打电话 想向他们了解 悉尼目前的情况 结果老师们当时 都在开会 没有接听 于是他在电话中留言 请他们尽快回电 而老师们听到留言 给他回电时 布兰达已经回到家中 正在跟女儿 讨论休学的事 悉尼避重就亲 故意把学校方面 做出的停学决定 说成是他想休学 还说他的成绩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警方推测 发现老师给妈妈打来电话 悉尼一下乱了方寸 或许是害怕妈妈得知真相 会对他彻底失望 也可能是 不瞒母亲背着自己 联系老师查他的底 悉尼冲进厨房 抓起一只平底锅挡武器 用力砸向母亲的脑袋 然后再转身跑回去 抽出一把小刀 猛地刺向母亲的脖子 一遍又一遍 鲜血飞溅到他的手上 衣服上 他不害怕 不停手 布兰达万万没料到前一刻 还是乖巧听话的女儿突然变脸 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迟疑了几十秒才伸手反抗 但为时已晚 悉尼刺穿了他脖子上的大动脉 几分钟内 他失去心跳 由于袭击发生时 布兰达仍在跟老师们通话 所以 察觉出异常的老师 很快回拨了电话 第一通电话打过去 没人接听 因为悉尼正在行凶 三分钟后的第二通电话 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悉尼接听了 老师们问 布兰达是你吗 出什么事了 悉尼假装母亲那语气回答 我是布兰达 没出什么事 可老师们对悉尼的声音太熟悉了 立刻揭穿他说 不不 你肯定不是布兰达 悉尼 是你吗 你妈妈呢 悉尼立刻挂断电话 再拿东西砸碎玻璃门窗 制造歹徒闯入的假将 被捕后的悉尼 先是装模作样的狡辩说 他没有谋杀母亲 就是有歹徒 闯进他家 行凶杀人 妈妈让他跑出去 自己一个人跟歹徒搏斗 不幸身亡 后来见警方把他休学的 视察的明明白白 还找了老师 同学取证 知道自己无法脱身了 又接着编故事说 他失忆了 想不起案发那段时间的所有细节 只记得当时跟妈妈坐在一起聊天 自己哭得很厉害 脑子里有个声音不断地骂他是失败者 一文不值 该死 然后便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再然后 看到母亲倒在地上 血流一地 紧接着 警察冲了进来 事发后 悉尼的父亲选择站在女儿这边 第一时间将女儿保释出狱 并坚信悉尼的精神出了问题 谋杀发生时 正好处在精神错乱期 不该受到处罚 但他不打算追究 不代表警方会放过悉尼 最终 他们提出 包括谋杀罪在内的 多项罪名的指控 后面的庭审情况十分特殊 悉尼不认罪 受害人家属 也不希望法庭给凶手定罪 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母亲已经走了 女儿再进监狱 这个结果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代替受害人 原谅悉尼 帮他脱罪 但残忍谋杀一个活生生的人 怎么可能不用付出代价呢 检方没有理由妥协 坚持有罪审判 于是悉尼的辩护律师找来三位医生 证明他有精神分裂症 面对高压 有发病的可能 而谋杀母亲时 正是他压力未报表的时刻 而且说他没有杀人动机 谋杀妈妈没有任何好处 行凶前 没有做预谋 事后更是没有逃跑 一切都很不合情理 用精神病解释杀人行为 完全说得通 但检方找了悉尼的闺蜜和室友作证 证明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精神病人的言行举止 拿精神病说事 就是想当挡箭牌 他们认为 悉尼的杀人动机显而易见 为了不破坏 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不让妈妈失望 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病 不可能专挑老师 打来电话的时间行凶 因为那个节点 正是母亲知晓真相的时刻 也是他光辉形象倒塌的时刻 他内心接受不了 所以动了杀心 符合激情犯罪的特征 此外 行凶过后 他视同冒充母亲 接听老师的电话 颇研究员时间 又打碎玻璃门窗 伪造犯罪现场 精神病乏作 可想不出 如此周密的计划 尽管家人花了很多钱 请律师帮忙打官司 但案发4年后的 2023年9月28日 悉尼还是被裁定 谋杀罪 袭击罪 篡改证据罪等 三项罪名成立 判处 无期徒刑 最快要15年后 才可以申请假释 为了隐瞒 学业上的失败 加上害怕父母失望 而产生的偏执恐惧 悉尼的生活 一步步脱轨 终于闹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毁掉自己的同时 毁灭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非常不值 有时候父母 也不要把对子女的期望 放得太高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要知道期望越高 压力越大 一旦孩子绷不住 不使伤害自己 就是报复家人 已经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案例了 值得我们 引以为戒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社湖探场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